大家好 我是赵璐 欢迎收看本时段新闻快讯 今天上午 新泽西州 图克斯伯里发生4.8级地震 包括费城 纽约州在内的东北部地区都能清晰地感受到震感 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地震即时资讯 这个规模4.8级的地震发生在美东时间10点23分 镇央在新泽西州的黎巴嫩市东北方5公里处持续了约30秒 纽约市民则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几秒钟的摇晃 当地警方在警报中表示 整个社区都能感觉到震动 看来是发生了地震没有错了 暂且没有收到任何损坏或者受伤的报告 纽约市五大区的民众也都能感受到明显的震感 家具摇晃的嗡嗡作响 很多人首次在纽约感受到地震 第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 以为是屋外的卡车经过 或者楼层上下的用户使用电器而造成的震动 10点34分 纽约州长霍楚在X上表示 曼哈顿西部发生了4.8级的地震 整个纽约州都有震感 霍楚表示 团队已经在评估地震可能引发的影响与任何损害 当天将向公众通报最新的情况 中国副总理何立峰在广州会见访华的财长耶伦 何立峰希望中美双方以去年旧金山会晤为基础 他们较早时会谈了三个小时 何立峰说这次会晤就希望中方改善营商环境 又提及产能过剩和国家安全等问题 他们较早时会谈了三个小时 何立峰说这次会晤是要落实好旧金山会晤的共识 两国成立的经济以及金融两个工作组 已经分别举行了三次会谈 取得良好效果 何立峰表示 希望双方在旧金山会谈的基础上 取得新的互利共赢的成果 为两国企业创造良好投资环境 更好的造福两国甚至世界人民 耶伦就提到了产能过剩和国家安全的议题 耶伦说 此行从在华营商的美国企业了解到 在中国的机遇和挑战 他强调两国健康的经济关系对双方都有利 但必须先有对对方企业都公平的营商环境 他之前在中国美国商会发言时 引述商会调查制 三分之一在华营商的美国企业都受到过不公平对待 他促请中方改善营商环境以造福两国 他也透露 两国正在就防止大型银行倒闭交换意见 同一天 广东省省长王伟中在广州会见了耶伦 双方也谈到了产能过剩的问题 他周六会转往北京 与总理李强 财长蓝福安等中国官员会面 国务卿布林肯表示 美国希望看到对加沙地带外国志愿者遭到以色列袭击事件 进行独立彻底的调查 并补充说 以色列的责任是最大限度的提升对平民的保护 并将其作为优先事项 几天前 国际人道主义组织世界中央厨房宣布 该组织的七名工作人员在加沙的一次乙军袭击当中丧生 其中有波兰 澳大利亚和英国的公民 以色列军方表示 他们解雇了两名军官 并谴责了另外三名军官 因为他们对在加沙执行食品运送任务的团队发动了袭击 并造成七名援助人员死亡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决议 要求以色列对其可能在加沙地带犯下的战争罪和反人类罪承担责任 另外 布林肯周四在与北约国家外长的会晤之后表示 乌克兰迫切需要更多的援助 他说 现在有30多个国家已经签署或正在与乌克兰谈判签署双边协议 美国也正在制定我们的双边协议 周四早些时候 布林肯在布鲁塞尔会晤了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 两人讨论了战场局势 以及在俄罗斯的持续袭击之下 支持乌克兰能源部门的方法 乌克兰昼五表示 对俄罗斯在罗斯托夫南部地区的一个空军基地 发动了夜间无人机袭击 摧毁了至少6架俄罗斯军用飞机 俄罗斯国防部说 基辅发动了几周以来规模最大的夜间袭击 向俄罗斯领土发射了50多架无人机 基辅的一名安全人士告诉法新社 俄罗斯南部的罗斯托夫地区的 莫罗佐夫斯空军基地遭到了袭击 至少有6架俄罗斯飞机被摧毁 另外8架飞机受损严重 俄罗斯表示 基辅夜间发射了53架无人机当中 有44架瞄准了南部的罗斯托夫地区 该地区与乌克兰接扰 是许多主要军事地点的所在地 包括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军事行动的指挥总部 俄罗斯国防部说 4月5号夜间和早晨 基辅政权试图用无人机发动多起恐怖袭击 但均被挫败 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州长表示 空军基地所在的莫罗佐夫斯克地区 遭到了无人机袭击 对一座发电站造成了轻微的损害 导致约600名居民的电力供应中断 与此同时 乌克兰空军表示 俄罗斯夜间向其领土发射了5枚导弹和13架无人机 基辅称 击落了这13架无人机 但是没有提及 针对哈尔科夫东北部地区的导弹 感谢收看本时段新闻快讯 更多新闻资讯引擎继续关注华业电视